今天呢就是打勞光郎 有什麼特別的呢 大象庫 越泰式的店家呢 我好喜歡這道菜喔 大家要點 好好吃 的泰文意思就是大麻的意思 我最愛的 我最愛就是 好飽喔 我真的必須要好好誇讚他們 非常 這裡可以挖寶 真的 哈囉 大家 我是李傑 我現在人在曼谷市的大辣王郎 然後這邊呢 你可以直接渡船搭船過來 那我自己本人呢 我是開車過來的這樣子 好 那今天呢 這個大辣王郎有什麼特別的呢 就是可以吃吃喝喝 這裡面有很多很好吃的東西之外 還可以逛街 裡面有很多很經濟實惠的衣服 再來呢 是裡面還有二手市集 所以今天就是吃吃喝喝 然後又逛逛 走吧 前面有一個小巷子 彎進去就是大辣王郎的 主要幹道了 哇 好多人好多人今天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據說非常有名是汪郎麵包店 那是排隊之多人 大家看一下 大辣王郎呢就是以小巷子集合而成的 有沒有看到小朋友的泰服 好可愛哦 這衣服真的好便宜哦 三件才一百塊 好多婆婆媽媽在這邊買 而且我覺得這衣服還蠻好看的 很簡單 現在最紅的大象褲 這邊也都有在賣一件 只要一百二十九塊起 這邊的衣服都很便宜耶 一百多塊了 這邊還有很多很菜式很繽紛的衣服 這家店看起來好像很好吃耶 我們來進去吃吃看 這家店一過來就超級多人 所以我就決定進來吃 我們現在要來點了 這家店應該是吃麵吧 Q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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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就算是一個 它也是小吃的集合店 各種各樣的泰式小吃都有 所以裡面非常多的泰國當地人 然後剛剛我有問他一下說 拌米類的 因為我很想吃乾麵 然後拌米類的有什麼很有名 他就說是 Sukotai拌米 Sukotai拌米的話呢 在外面比較少吃到 所以我就點了Sukotai拌米 等一下吃給大家看 然後還有點了一些其他的泰式小吃 等一下上菜就跟你們講 好期待好餓哦 現在又還沒吃早餐 一個泰式的店家呢 他們拜的神像真的會越多 我剛剛點了兩杯飲料 這個是擦鹽 還滿好喝的耶 晚來剛剛好 呃 掃糖剛剛好 我的乾麵來了 我現在呢要來吃我這個 Dong Yam Su Kho Tai 那Dong Yam Su Kho Tai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它會放這些肉末 然後還有一些世紀豆 吃一下它的味道 好好吃 我喜歡 它洞羊味道不會很重 比較清爽的感覺 然後搭配這個麵剛剛好 不會那種辣到你受不了那種 我現在要來吃我的 Sukotai拌米 就是涼拌青木瓜絲 加烤豬肉來吃一下 我是第一次吃到這種 涼拌青木瓜絲 然後就是那種很清爽的感覺 然後再搭配這個烤豬肉的香氣 哇 超好吃的 欸 我好喜歡這道菜哦 大家要點 好好吃 豬肉炒飯 我來吃一下我隊友的炒飯 看好不好吃 看麥香就很好吃 因為它的飯就炒得 焦焦的感覺 好好吃耶 有沒有 給你看一下 我好喜歡炒飯 就是炒得焦焦的味道 而且它炒得超級香的 然後它的蛋呢 外酥 裡面是蛋黃地 難怪這家店這麼多泰國人來 好好吃耶 現在呢 我們要來吃一間 無名麵店 據說非常的好吃 它之前是沒有名稱的 因為太多人來吃之後呢 才取上它的名字 所以走了 我們來吃一下這間乾麵 我現在要來吃這個 我現在要來吃這個 還是大麻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这个炸饺会叫做感叉 并不是它里面真的是有加感叉 是据说因为真的太好吃 就像感叉一样 就像大麻一样会让人家上瘾 所以这就是他们这家店炸饺子的一个昵称 所以我现在就来吃吃看 像大麻一样会让人家上瘾的炸饺子有多好吃 我觉得它跟外面不一样 所以它这个酱还蛮好吃的 所以我在外面没有吃过一种很甜的酱 然后再来是它这个牛扣呢 其实很大 外面的牛扣小小的 然后馅料不至于这么多 所以呢我想才是因食而闻名 还蛮好吃的 可以过来尝鲜一下试试看 还蛮有趣的 好来吃一下我点的这个鸡肉干面 它上面有撒一点点辣椒 你吃吃看好不好吃 好吃的我很喜欢 它有种甜甜辣辣的味道 哇然后还有那个拌米啊 煮的刚刚好很有嚼劲耶 它这个鸡肉也完全不柴很好吃 嗯这干面真的很好吃耶 50 25 这家店呢往前走两步 我们要来吃开咖啡咖啡 下面这个开咖啡 是我超级喜欢的泰式早餐 但其实它不是泰式啊 它是越式早餐 但是泰国人把它拿过来了 好热啊今天 还好这家店是有冷气的 我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喝一口水 诶我这样拍不到 但是我这一环是越南面 哇超级大碗 诶怎么跟我外面吃到有点不太一样 它的蛋味好浓郁哦 有点像根面的感觉 但是我在外面吃到这种越南面 胡椒味非常的浓 但这家不会 还蛮清爽的 我最爱的我最爱就是这个开咖啡咖啡 我曾经好一阵子就是 Strong in开咖啡咖啡 每天早上一定要狂吃开咖啡 它里面就是有母油啊 面包然后还有一些香肠 不能说是我心中心目中的100分 但是有了 有及格啦 嗯还是可以吃 不瞒您说 我现在已经饱到有点 花丽雪 而且把我的饭藏在我的两夹里面 好饱哦 这间餐厅呢 其实是在饭店 这边有一间饭店的楼下辐射的 大家我现在人在刚刚吃那一间 摩嘎塔旁边的饭店 我必须要非常感谢这间饭店 为什么呢 因为给人家上厕所 圣照七级浮屠 我非常感谢他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们这间饭店 其实还蛮漂亮的耶 你看前面就是 河井 Let's go 哇 大家 大家如果来达拉王郎的话 可以来住他们这间饭店 好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 要去找一间冰淇淋面包店来吃 Let's go 冰淇淋店到了 太开心了 我一来就好多人哦 这一间冰淇淋面包店呢 会先把面包煎得酥酥脆脆的 然后中间剖开 再加上冰淇淋 等一下面包来的时候 我要记得拍照 我不期待赶快来吃这个冰淇淋面包 我刚刚已经吃了好几口 我觉得好好吃哦 它这个抹茶香气 Ice cream 冰淇淋抹茶香气很浓郁 它真的面包烤得酥酥脆脆 然后里面有一种黄油的香气 外热内人 搭配起来很好吃 是还蛮罪恶的一个典型 虽然我刚刚已经吃了非常的饱 但是所谓甜点的胃是不一样的胃 所以这个胃可以吃得下 真的很好吃耶 大家可以来买 你们看 它这个面包吃起来就这样 好吃烤吃 给你 好可爱哦 这一个干饭呢 它是边推车边卖它的饮料 也还蛮多人来跟它买的 它就在路中央 在制作它的饮料 诶 各位我刚刚看到一个20块泰铢 可以买到Laurie's Farm 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吗 是我以前在台湾超级喜欢的一个日本牌子 我刚刚有点惊讶看到Laurie's Farm 但是我不好意思直接拍它那件衣服 我怕人家会神奇 我觉得这里我真的必须要好好夸赞它们二手艺的分类 非常的精细耶 然后都把那些衣服整理得干干净净 然后价格真的哇好便宜哦 这里步伐有蛮多二手有牌子的鞋子在这里 这边有看到好几双博肯 还蛮好看的哦 你怎么会有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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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有牌子的 诶 我觉得它这个 有牌子的 状况真的非常的新诶 你怎么会有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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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也太便宜了吧 这状况超级好的诶 吓到我了 啊 这边全部都是小朋友的鞋子 又升200块而已 那你为什么现在录我啊 你要录我擦鼻涕哦 对 今天真的太热了 我会在流汗 然后流鼻涕 大家不要建议 好吗 我觉得真实人类会有 汗水 我觉得这顶帽子 其实真的还蛮好看的 对 我说它有一点一模一样 但是不同的颜色 我想要看一下这包包 这包包是以前 我妈很喜欢背的一个牌子 这牌子我也很喜欢 可能是我妈背的关系 所以我就很喜欢它 啊 这里可以挖宝真的 妈 你的包包包在这里 呵呵 这好看耶 然后那个老板就说这是 Vintage 现在都没有这种造型的包包了 名牌的包包类 啊 这边也有很多名牌 是L 二手区我们已经逛完了 里面真的还蛮多 Vintage的东西 喜欢的人可以进来走走逛逛 那如果你们只是要来吃东西的话 建议早上就可以过来 但是如果你们还想要逛街的话呢 那些服饰店呢 是下午比较多会有开张 所以呢 建议你们下午过来会比较刚好 那总体而言呢 我觉得这个达拉王狼真的还蛮有趣的 吃吃逛逛 那今天就差不多告一段落啦 我也要回家 那记得要帮我的影片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你们的留言我也都会看 那就先这样 我们下次见 拜拜